主播说联播 今天我来说 今天有一个数字 触目惊心 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超过了5000例 几乎翻了一番 疫情已经遍布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 形势如此严峻 美国媒体爆出了两个消息 更是让人吃惊 一是多名美国政界高官 在对公众隐瞒疫情的同时 忙着在卖掉股票 二是应对疫情不利 却试图先甩锅的操作有了实锤 特朗普的讲话稿当中 新冠病毒被手动改了名 改成了中国病毒 我想说的是 手动改名改变不了自己 防控不力的现实 这锅也不是想甩就能甩的 要尊重科学 中国中美大使春天凯 昨天在央视新闻新媒体的直播当中说到 世卫组织的原则是 病毒命名 不允许跟任何一个地方 国家 民族 群体 甚至不允许跟任何一种动物挂钩 就是要拒绝污名化 要尊重事实 全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的代价 为全世界争取了抗击疫情的宝贵时间 使美国自己挥霍浪费掉了 最后想说的是 美国政府一直宣称给中国援助资金和物资 我们的态度很清楚 没收到 也不需要了